同学们都学过酸碱指示剂 它可以用来测量未知溶液的酸碱度 包括蓝色、红色、石蕊试纸、广用试纸等等 也有溶液形态的指示剂 例如石蕊试纸、广用试纸 不管是试纸或是溶液形态的指示剂 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功能 那酸碱指示剂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古时候的人们知道利用植物的浆汁来将衣料染色 甚至知道在这些浆汁中加入不同的物质 除了增加显色程度外 还可以让浆汁变成不同的颜色 这些颜色也让当时的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 但为什么会有颜色的改变 当时人们仍一知半解 直至西元1660年 英国物理化学家 罗伯特·波伊尔的好奇心 让这些会变色的植物浆汁 确定了它们的科学价值 这一天 波伊尔开始忙碌的一天 家里的管家 在实验桌上摆放了从花园采来的紫罗兰 一个意外让盐酸喷溅到桌上的紫罗兰 波伊尔急忙清洗飞溅的液体 没想到经过冲洗后 花朵大部分面积居然变成红色 这个变化触动了波伊尔的好奇心 波伊尔接着用它所取得的紫罗兰萃取液去做测试 发现不同的酸性溶液 都会让萃取液变成红色 它也扩大植物的来源 包括石蕊第一 史车菊 石蒜雪花莲 腌枝花 及玫瑰的花瓣等 利用酒精与水 浸泡这些植物 发现质德的溶液 像是石蕊第一 玉酸会变红色 玉碱会变蓝色 这种会因为酸碱性变色的溶液 后来称之为酸碱指示剂 我们也可以找到具有相同特性的植物 例如蝶豆花 来制作酸碱试剂 并透过颜色变化 进行生活中常见物质的酸碱度测试 这次使用的实验器材 如画面所示 会使用的实验药品包含 1M的盐酸溶液20毫升 1M的氢氧化纳溶液20毫升 以及干燥蝶豆花约20朵 首先取20朵干燥蝶豆花 加入100毫升 80度C热水静置10分钟 观察颜色不再变化 冷却至室温后 吸取澄清液备用 接着预备6根试管 依序以标签纸标记为1-6 使用安全吸球与吸量管取1毫升的1M盐酸 加至标记为1的氏管内 再加入9毫升的蒸馏水 此时该溶液PH值为1 再以安全吸球与干净的吸量管 由第一根氏管吸取1毫升 加到第二根氏管中 并于第二根氏管中 加9毫升的蒸馏水 此时第二根氏管的PH值为2 重复这个动作 直到第六根氏管的PH值为6 然后取一根氏管标记为7 此根氏管请加入10毫升的蒸馏水 再来准备7根氏管 分别标注为8-14 使用安全吸球与吸量管取10毫升的1M氢氧化钠 加至标记为14的氏管中 此氏管溶液为PH14 再继续使用安全吸球与吸量管取1毫升的 PH14的氢氧化钠 加至标记为13的氏管内 再加入9毫升的蒸馏水 此时该溶液PH值为13 重复这个动作 直到第七根氏管PH值为8为止 将每根氏管一边号顺序排好 接着在每根氏管中加入蝶豆花萃取液数滴 混合均匀后记录不同PH值所呈现的颜色 我们也可以取生活中的常见物品来做检测 例如 柠檬池 柠檬池 白醋 雪碧 蒸馏水 糖水 小苏打粉 漂白水 加入蝶豆花萃取液后 观察颜色的变化 并记录下来 现在你可以从记录的实验结果与指示剂 在不同PH下所呈现的颜色 判断出这些物质的PH值了吗 我们在实验室中会接触到的指示剂 有些是以试纸的形态来做测试 有些则以溶液的形态来使用 像是石蕊 秀蕊香草兰 芬洪 芬态 广用试剂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一个小测验 看看同学们是否都了解酸碱指示剂的应用啰 可以发现不同的酸碱指示剂 在相同的PH值下会有不同的颜色 例如某一酸性溶液 其PH值为4 若以石蕊试剂测枝会呈现红色 若以秀锐香草兰检测则是黄色 分红检测为黄色 以分态测枝 溶液则维持透明 广用试剂检测则是呈现淡淡的黄绿色 所以对相同PH值的溶液 使用不同的酸碱指示剂 就会有不同的颜色效果 另外 应该有同学发现 指示剂的变色都是一个范围 例如对石蕊试剂而言 酸性都是红色的 碱性几乎都是蓝色的 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未知溶液检测出来是红色 那该溶液的PH值是5 1.5 还是3.2呢 所以单单用指示剂作为溶液酸碱度的测量 是不够精准的 因此科学研究上 就使用可量测溶液PH值的PH剂 进行精准测量 市面上就有贩售各式各样的PH剂 学到这里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酸碱指示剂 在不同酸碱度溶液中 会呈现不同的颜色 因此可以用来检测物质的酸碱性 但是酸碱指示剂变色的区域 通常为一个范围 所以对于需要精确知道酸碱性的情况 例如环境检测时 工厂的放流水都有一定的规范 这时候就需要科学仪器PHG来测量 避免变色的程度 造成目视判断的误差 今天这门课提到酸碱指示剂 都是由植物而来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 生活中有哪些物质 也可以作为指示剂 你想到了吗